也许人类对飞行的向往是从第一次看见飞行的鸟儿开始 在尝试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可避免且充满危险的意外 如何让先驱飞行者在飞行失败或从高速跌落后不至于丢掉性命 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许多发明者都在研究的议题 正是他们不懈的努力 才有了在今天对飞行员或业余爱好者非常重要的降落伞的诞生 今天发明的故事我们来聊聊降落伞的发明史 早在四千年前 中国古人就利用空气阻力来减缓从高处自由下降的速度 他们利用两顶竹帽作为缓冲 来保证自己从高高的凉舱上安全的跳下来 公元852年 阿巴斯一本菲尔纳斯 使用像翅膀一样的大斗篷 从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座塔楼上跳下 但并未成功 12世纪在中国出现跳伞杂技 用特制圆形伞从高处跳到地面 以此娱乐帝王贵族 真正降落伞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最古老的降落伞设计出现在1470年代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匿名手稿中 手稿显示 一个自由悬挂的人抓着一个连接到锥形顶棚的横梁框架 作为安全措施 四根带子从杆的末端一直延伸到腰带 虽然这种降落伞的表面积似乎太小 而无法提供有效的空气阻力 但降落伞的基本概念非常清晰 据说发明这种装置是为了帮助人们从燃烧的建筑物逃生 仅仅十多年后 著名博学家达芬奇勾画了一个更复杂的降落伞 伞面被一个方形的木框撑开 降落伞的形状从圆锥形变为金字塔形 16世纪末 著名发明家 福斯托·维兰奇奥研究并改进了达芬奇的降落伞设计 保持方形框架 顶部更换于突出的翻撞布 1617年 福斯托根据自己的设计制造了一个降落伞原型 并从圣马可钟楼上跳下来进行测试 2000年 有人根据达芬奇的设计 制作出一个精确的降落伞模型复制品 并从300米的高处成功着陆 早期的降落伞既精致又笨重 受限于制作技术和材料 降落伞的安全性很差 但依然没有让先驱发明者停下脚步 现代降落伞几乎与气球飞行同时发展起来 期间发生大量的气球事故 迫使人们将降落伞视为非常重要的挽救生命的手段 1783年 法国人路易·塞巴斯·迪安·雷诺曼 仅仅抓住一个4米多高带木制框架的布置降落伞 从蒙比利埃天文台的顶部跳下 几秒钟后 他豪化无伤地降落在地面上 这是第一次现代的有记录的降落伞跳跃 几年后 其他法国飞行员也从气球上尝试跳伞 甚至出现了定期使用降落伞表演的人 1797年 安德烈·雅克·加纳林 从高达2400米的热气球上跳下 成为第一个在没有刚性框架的情况下 使用降落伞跳跃的人 为了减少降落伞的震动 加纳林还为降落伞设计的通风口 这种改进后的排气降落伞很快成为标准 直到此时 所有记录的降落伞跳跃都是有预谋的 并非突发的紧急情况 直到1808年7月 一名飞行员成功力从燃烧着的气球上跳伞并安全降落 这是第一次有记录的降落伞紧急着陆 这个时期 降落伞变得更加紧凑 并开始使用折叠的丝绸 使降落伞更轻 强度更高 甚至出现了丝绸覆盖的无框降落伞 1804年初 一位名叫布尔热的法国人在得过了一次跳伞中证明 完全可折叠的降落伞不仅实用 而且携带起来也更方便 它在不使用时也会折叠起来 在空中依靠气压来保持打开状态 直到20世纪 多年来对降落伞的实验多用于表演特技和提供娱乐 制作粗糙且有时并不可靠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跳伞者上升 从而降低了其他跳伞者的热情 20世纪初期 现代降落伞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而正正起飞 降落伞在这个时期变得更轻 更坚固 且更安全 1890年 德国跳伞运动员卡塔琳娜·保卢斯 首次使用装在袋子里的折叠降落伞 然而这种容器或袋子的想法并没有立即流行起来 甚至在从飞机上的第一次跳伞中也没有被利用 保卢斯还因发明了拖叶式降落伞而广受赞誉 这是一种有益的脱离系统 其中一个小降落伞打开以拉出主降落伞 直到此时 所有现有的降落伞都是被动式的 它们在跳伞前就被拉开冲气 这种类型的降落伞很快被证明 不足以从移动的高空平台上安全逃生 1908年 利奥·斯蒂文斯设计了第一个可以由跳伞者用绳索打开的降落伞 但这种主动型降落伞直到1920年才被大量使用 1911年末 格兰特·莫顿从一架莱特B型飞机上跳下 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从飞机上进行的跳伞 同年 俄罗斯表演者格列布·科杰尔尼科夫 发明了第一个背包式降落伞 两次世界大弹期间 飞机的大量生产也使降落伞的设计和生产工艺发生巨大进步 1944年 降落伞可以转向 运动跳伞运动也在两次世界大弹之间开始形成 巨大的市场需求 竞争促进了高科技降落伞的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更易操作的半椭圆形的伞翼设计成为常态 除了军事和娱乐目的 太空探索和航天飞机也广泛使用降落伞 这些使用轻质巨脂 尼龙和凯夫拉纤维制成的巨大伞帽 可有效降低航天器的下降率 减缓着陆速度 且成本更低 效果更好 2012年10月 菲迪克斯·鲍姆·加特纳 搭乘气球从39千米的高度跳下 自由落体最高时数达到1357千米每小时 打破最高跳伞的世界纪录 伟大的发明总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牺牲 1837年 罗伯特·科金成为第一个死于降落伞事故的人 此后许多先驱发明者为人类高空飞行的安全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使今天的降落伞变得更加实用更加安全 今天由于跳伞已经成为一种为了乐趣和必要性而反复进行的活动 降落伞的使用急剧增加 随着需求的增加 降落伞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即使是业余爱好者 也可以在3000米的高空轻松对抗重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